官方做事的各位 傳說對決確定要跟獵人連動了 很興奮對不對 這是來自傳說對決官方臉書的正式消息 當然今天好消息不只這個樣子 體驗伺服器有兩隻你絕對有的 免費英雄更動 一隻加強 一隻削弱 體驗伺服器還削弱了當今版本 你一定會出的兩把武器 在體驗伺服器也跟著削弱囉 今天滿滿的情報要跟你分享 專精菲尼克打野 我是BBCC大家好 第一則好消息呢 就是人見人愛的趙雲 為什麼人見人愛呢 因為趙雲在對面 你們贏的機率就非常高 這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你有在看傳說對決 官方的綜合勝率統計的話 趙雲是目前全戰士系列英雄裡面的 倒數第一名 並且是全英雄綜合勝率統計的 倒數第五名喔 但是大家不要緊張 會玩趙雲的玩家 通常都是很強 但是你遇到那種不會玩的 大概就是模擬考的送分題的感覺喔 趙雲這隻英雄 你們不覺得很想要吐槽官方嗎 趙雲玩起來喔 你在看全服最強的裝備裡面 全部都偏向什麼 王者之劍 聖劍那種 一套打下去的刺客出裝 但是這隻英雄卻 分類在戰士裡面 沒有戰士的體質 卻有著刺客般的傷害喔 趙雲在體驗伺服器 官方動的是他的二技能 原版二技能要命中後 會增加攻擊速度以及物理吸血 現在改成即使不命中空放技能的情況下 也會增加攻擊速度以及物理吸血 我知道你第一個想到什麼 第一個想到的是 哇 我的趙雲可以跟夜叉一樣去分推喔 但是你不要忘記喔 趙雲這隻英雄 因為沒有像夜叉那種減傷技能 所以你只要一被包圍 你的一技能一開掉 你假如又是走打野的話 你大概就再見囉 其實我覺得趙雲有很多 可以改動他的方向 這次不知道為什麼會改動二技能 我先說這是我腦洞大開的想法 如果你有更好的改動趙雲的方式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吝嗇 留言我都會看 如果有更棒的提議 我會幫你反映給官方 我覺得趙雲這隻英雄喔 如果你在看前面那些很強烈的戰士 要嘛他不是可以動不動就打出增傷 要嘛就是有超高的減傷 不然就是霸體無敵在那邊 滑來滑去 然後趙雲這隻英雄很尷尬的地方是 他的解控技能 還有他的加速進場技能 都綁在一技能 所以有時候你進場 假如想要追擊對手 你的解控技能就開掉 你只能三技能跳上去 而且我玩有一場超尷尬的 我連用趙雲去打 目前版本並不是很強的起羅 他用一個分身 就直接把我的大解掉 瞬間後退喔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個版本非常強的 戰士系列英雄 像是星葵 星葵盪過來 你用大絕招跳下去 然後他又直接盪走 等於說 趙雲這隻英雄 有點像是改版前的特爾安納斯 非常的尷尬 改版前的特爾安納斯 非常依賴一技能 沒有一技能你就是只能後退 那趙雲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大絕招的趙雲喔 你就是一隻超級士兵而已喔 我腦洞大開的想法是 如果能把趙雲的二技能 在你施放完之後 給一個霸體 或是像瑞克一樣短暫的無敵 我覺得可以加強趙雲非常多喔 或是幫他增強幾個 戰士該有的被動技能 我覺得戰士系列的英雄喔 如果真的沒有這樣改 不如就把趙雲直接改成刺客喔 我覺得至少一技能 也可以稍微改動一下 我不知道總之有非常多的方法 不然就是 把趙雲的被動技能 也稍微修改一下 我知道 我現在問你 趙雲的被動技能是什麼 你可能都還不知道 而且趙雲這隻英雄玩打野 我覺得最尷尬的地方是 現在中期很重要 魔龍凱薩很重要 但是趙雲這隻英雄 非常依賴裝備 所以你要打到後期 才會對趙雲有感覺喔 好啦 那體驗伺服器 所以修改的第二隻英雄 也是你一定有的免費英雄 海倫 目前傳說對決 勝率最高的英雄喔 排位賽你只要看到魔龍路 有海倫加凡恩 你們大概就要量了 而且各位 你們知道凡恩 現在已經強到什麼程度嗎 出場率已經高達40% 而且綜合勝率 竟然快要54% 我真的不敢相信 這個數據 官方竟然沒有想要 去修改凡恩的意思喔 那海倫這次體驗伺服器的修改呢 E3技能的補血量 都稍微降低了一點點喔 哇 那個 魔龍路現在 不管是卡芬妮 配海倫 然後凡恩配海倫 都超級強超級難處理 那這次官方也有動到 傳說對決的武器 為什麼我會說這些武器 你都一定會出喔 因為你現在看排名前面的英雄喔 幾乎都有出這把 第一把小弱的武器是 破陣戰矛 而破陣戰矛的屬性呢 從原本穿透式50到190 現在變成40到180 等於說他到初始到結束 每個等級就是下降時 我不知道這樣對 第一個出武器的甲蟲來講 這個10的物理穿透式有沒有差 但是至少 官方已經有意識到 在上次版本 削弱了破陣戰矛的價格 讓很多 中期非常強的戰士 在這個版本都崛起喔 那第二個削弱的武器 我真的覺得 超級針對 我真的覺得 颯枷是這個版本中路最無解 尤其是那種會玩 會飛 會進場 會退場的那種 我遇到也超級頭痛喔 第二把削弱的武器是 賢者領域 賢者領域原本的被動效果是 技能還有普攻 命中英雄會疊加自身 魔法穿透16到30點 最多可以疊8層 持續3秒鐘 現在變成 增加10到24點的魔法穿透 最多只有10層 看出來有什麼差異了嗎 可以看到 最後面一樣 都是會降低240點的魔法防禦 但是你會發現喔 要疊到更多層 而且從前期就稍微削弱 這真的超級針對颯枷耶 我目前就想到 颯枷這隻英雄 還是有哪一隻英雄 出這個也很強啊 總之呢 這次體驗伺服器的改版 讓我非常的興奮 因為很多 中期的刺客 尤其是破針在毛的削弱 雖然只有削弱一點點的素質 你覺得不痛不癢 但是 有時候你在擊殺一名英雄 就真的差那麼一點點的血喔 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傳說對決 在這幾個月開始 體驗伺服器的更新節奏 真的變得非常慢喔 我們之前也有反應過 那其實今年呢 有比較隱藏的情報 跟你們分享 有人說傳說對決的5.0版本 我不知道會不會在今年上喔 真的非常的刺激喔 不過我還是比較期待的是 傳說對決跟獵人的連動 到底是連動哪幾隻英雄喔 我們一樣會分享 最新情報跟你分享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對影片按下喜歡 掰掰了 各位我們明天見